很多人都在议论着 为什么今年的巴黎奥运 好像没有四年前东京奥运 这么热度这么足呢 错 大惊奇现在才要开始 羽球男双 林洋沛 今天晚上拼战金牌门票 大家都在问 他们是如何逆转死亡之主的诅咒呢 五连胜 一路高跟猛进 其实奥运赛前他们状况不能算好 如何一再演出大惊奇 今天我们请到最了解林洋沛的马老师 来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为大赛而生啊 连续两届奥运 羽球看着全台湾人热血沸腾 甚至于小战受伤了 输了 哭了 没关系 全台湾人陪着小战一起流眼泪 好 今年羽球两大焦点 一个就是祥林沛 一个就是周天成天歌 为什么我特别关心林洋沛 三大理由我要跟各位观众讲 第一大理由 打破历史魔咒 什么样的魔咒 好 你问到了 我跟你讲 奥运史上 羽球 履丹未免过 蓝丹未免过 蓝双 履双未免过 滚双未免过 只有蓝双 有个魔咒 永远不能未免 所以奥运到今天 没有蓝双未免过 所以我就一直希望 林洋沛 未免 打破这个天花板的魔咒 谁预祝未免成功 这一次 我从来没看过 千韵这么插的 这千韵插到 一抽出来 有一个人居然大骂 你知道谁大骂 哪一个 王岐霖 王岐霖大骂 什么签啊 我也同时跟他大骂 什么签啊 各位观众 我一定要跟你讲 这个签景 我甚至认为不公平 十六个 世界十六个最厉害的 分为四组 每组分四个 取两名 进八强 那十六个嘛 你总有一些排名比较 二十几名 三十几名 十六名的 对 我跟大家讲 他们这一组 世界第二丹麦 世界第八 日本 世界第九 中国 为什么没有常态性分布呢 他们世界十二 他还最弱的 是 所以跟九 二八九十二 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你就懂 为这个签有多差了 林洋配 从来没赢过 这个中国组合 跟这个日本组合 没赢过 太不可思议了 还没完 我再给你讲个记录 不但没赢过 最近林洋配 遇到世界第八的保木跟小林 都要什么事情 三连半 最新遇到他们三连半 所以抽到这个签 其实就觉得会在这个分组都出不去了 还没完 结果世界雨林 不如我刚才说十六个人分四组吗 对 结果有一个说 我排名在前十六强 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排进去 雨林一看 积分算错了 把他遗留在外面了 天哪 所以临时要加一个队 那往哪里塞呢 就抽啊 四个组抽啊 一抽 抽到这个组 所以这个组是五曲二 要多打一场 对 你看这个多难 好 各位观众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结果现在闯进四强 替造奥运十连胜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强 我要跟大家讲 苦练之后 背后一定是那种辛苦辛苦再辛苦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看 注意哦 这身上穿的是沙衣哦 沙衣 很重的沙衣哦 沙衣在那边跳 练角力 跟练速度 跟赖力 这个要每天这样苦练 好 各位看 这是李扬 李扬 哪个灯量要去按哪个灯 然后还有后面在抛球 你在按灯的时候 抛了球要接住 接住以后再去按灯 这练什么 练反应 灵敏 是 反应 对 练你的这个瞬间的反应 瞬间 你看 要这个灵敏多强 李扬 非常讨厌重训 他不重训的 你看 这李扬 他完全 李扬 完全是在练 各种反应 但这个绝配 怎么弄成的呢 我告诉各位 李扬是 他们两个人是得罪了整个羽球界 惹来骂名 才有今天的效果的 得罪还可以走到今天 对 好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台湾羽球界 最强的这台银行 包括了合作金库队 跟土地银行队 我跟大家讲 双礼跟双礼 是台湾最厉害的 两支球队的 两支双礼 好 什么叫双礼 就是李扬 跟李扬辉 李扬跟李扬辉 是和库的 他们是双礼 双礼拿到2018年 亚运的铜牌 台湾游戏来 第一面羽球 蓝双铜牌 双礼拿铜牌 好 李扬辉 和库的正对之宝 正对之宝 好 那土银 双礼 双礼是谁 王麒麟 跟陈鸿铃 眼镜哥 陈鸿铃 你知道他们两个 世界排名第几 第四 更强 所以台湾就是双礼跟双礼 就这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王麒麟 找李扬合作 这打坏规矩了 为什么 第一个 当你们重新合作之后 世界积分全部没有了 世界排名全部没有了 要从头开始 那陈鸿铃怎么办 李泽辉怎么办 他们就这么辛苦 他们各自的搭打 不就被放生了吗 就放生了 那为了你们两个 而且他 李扬从合作金库 跳槽 到土营去 这个犯了大忌 会被人家骂说什么 背贵 对 没错 而且你对不起你的同伴 你同伴世界积分排名 全部都没有了 从来 好 他们俩合体之后 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全国羽球排名赛 大家都在看他笑话 结果李扬 跟王岐霖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事 打进冠军决赛 冠军赛 遇到谁 遇到谁 遇到李扬 原来的partner 李泽辉 是 就李泽辉把他们宰了 全羽球界都在笑话 李泽辉 复仇 对 把李扬 王岐霖给宰了 是 大家都看他笑 结果 他们那一年 输了之后 出国去参加西班牙 这个比赛 对 他们在西班牙比赛 拿金牌 给全国羽球团看 对 我告诉你 王岐霖讲一句 多心酸的话 他说西班牙这一面冠军 对 是我这对最重要的冠军 连比 奥运金牌还重要 因为李扬 受了这么多委屈 是 这么多异样的眼光 是 来跟我合作 对 我要帮他 找回面子 所以你就知道 祥林沛多重要 今天晚上 看过了林洋沛的热血沸腾之后 还有小天 小天要抢四强的门票 我跟大家讲 你看完 五七报新闻之后 赶快去看周天成的八强赛 太重要了 我跟大家讲 在奥运史上 蓝丹 连三届 连三届打进八强 对 他是第五人 前面四个都拿过奥运金牌 太不容易了 所以周天成连三届打进 我跟大家讲 昨天晚上 我看了热血沸腾 周天成 世界排名十二 昨天对到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选手 打得轻松血液 十六强再把日本第五名给杀掉 我要跟大家讲 我在场上看了热泪盈眶的是一个什么 小天在小祖赛 击败墨西哥的贾瑞多的时候 他击败贾瑞多的时候 两个人在往前拥抱 格斗往前拥抱 是 为什么他们两个拥抱 然后他拥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全场观众 体力鼓掌 君子之争 这就是运动家精神 因为贾瑞多得了严重的亨格基溶解症 差一点死掉 小天他也刚刚 你听我讲 命违 命违 然后再重生 生命的斗士 小天去年做检查发觉得了大肠癌 对 得了大肠癌 而且大肠癌为了把大肠癌那个开刀切除 为了切生意的医生说 我为了把它整个切干净 我切得特别深 是 还没完 切完之后为了把伤口 你知道 用夹子夹起来 对 那个大肠上面有个夹子夹起来 是 你知道小天做一件什么事情 第二天出院坐飞机去参加比赛 隔天就打了 坐飞机参加比赛 隔天 而且拿到冠军 而且拿冠军 所以 他们两个 不屈不劳的生命动 再往前一抱 你知道吗 全场站起来 鼓掌拍手 对啊 马老师刚刚讲 奥运场上有人虽然输球了 输到全场为他热泪银筐 但是 在奥运场上 也有人十个月 没比赛 就上阵 第一轮就被淘汰 被虚报 笑他巴黎一轮游 不只是运动比赛 要赢而已 重点是 奥运是最赤裸的人性雷台 是我们知道奥运的精神 其实在场上 杀怪出来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是最动人的 那这次呢 其实大家非常关注 就是网球项目 我们先聊一下 这个台湾的网球一姐 谢淑威 哇 这次的比赛 是打得让人家热血沸腾 虽然最后很可惜 在八强赛的时候 输给捷克的黑马 无缘在晋级 但是这一次 他的表现 没话讲 尤其他这一次的搭档 这次的搭档呢 是叫做曹嘉怡 哇 非常年轻 小他20岁哦 虽然两个人最后呢 双双落败 但这次谢淑威也说了 他说希望未来曹嘉怡 能够接棒他的精神 继续在奥运 能够为台湾拿下奖牌 因为谢淑威 最大的遗憾就是怎么样 他在奥运没有拿过牌 所以他希望把这边精神呢 传给下一棒 希望下一棒呢 能够来为他 拿到这面奥运奖牌 但是你知道 谢淑威的特色 就是他非常难成 他难成是出了名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届的奥运 16强的时候呢 原本要对上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 结果乌克兰选手 你知道怎么样吗 弃赛了 直接不敢打啦 直接不打了 当然可能他因为体力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体力的考量 因为还有其他赛事 可能就放弃这样赛事 但是也图显出 是不是因为谢淑威 特别难打 所以你如果没弃赛的话 你硬去打 或影响到其他的赛事 也会怕受伤嘛 所以当下的乌克兰选手 就选择要弃赛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谢淑威的难产 是特别出名的 这个出名不是我们这下讲了 谁可以讲 日本的球后 大阪直美 大阪直美曾经说过 谢淑威非常难猜 而且非常期待 不要跟他对战道 那我们在谈到说 这次网球赛场上 其实除了谢淑威 成为大家关注点之外 我们要对比的就是 詹家姐妹 詹家姐妹这次 被人家骂爆了 你知道吗 俊强哥 因为现在所有网路上 大家如果也去看奥运的话 大家基本上都会帮 台湾选手加油 不管你表现得好 表现不好 大家都会说 你辛苦了 大家下次再出发 与你为荣 可是詹家姐妹不一样 詹家姐妹这次 同样在巴黎奥运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跟上次东京奥运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嘲笑说 你是不是来奥运一轮游了 你知道吗 那你一轮游之后 结果你输了之后 大家没有 不但没有鼓励他 反而继续骂他 因为过去的争议就太多了 因为你看 詹永兰过去 他即便 他结束比赛之后 他怎么讲 他说我已经十个月没有比赛 等一下 你要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 你前面没有把手感练热练烫 你十个月没上场比赛 你就去打奥运了 大家就很压抑吧 照理说奥运这么大的一个盛事 你应该早就要准备好了 即便你没有十个月 你至少半年前你要准备吧 结果詹永兰说 他已经十个月没有比赛 即便他受访的时候 这次比赛是非常好的经验 结果现在马上被网友亏 哇 原来你十个月没比赛 你怎么会比奥运的 你是靠规则进去的吗 什么意思 他靠规则 规则保护十个月不比赛的人 詹永兰因为受伤之后 他的排名掉到147名 那过去呢 他其实最高在半年前的成绩 是达到35名 所以他可以利用 这个奥运的保护规则里面 他可以拿出他35名的排名 来参加奥运 但是因为当时他的妹妹 詹浩勤 已经有其他的搭档了 当时就传出说 詹永兰为了要跟 这个詹浩勤搭档 所以这个吴芳贤 就是詹浩勤的这个搭档 默默地就离开了 这个女双的搭档 换成他的姐姐 一起来搭档 所以大家就说 那吴芳贤是不是被踢掉的感觉 为什么这对姐妹 花争议特别大 本来我都觉得 可能是网友们 或者是观众朋友 帮台湾队加油啊 偏偏唯独对这对姐妹 成见特别多 为什么老在他们身上 惹出这么多话题 这对姐妹的其他 这个朝黑也不是 这一两年事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场 2017年的台北市大运 哇这是全国民族 非常关注的台北市大运 第一次有这么大的 国际赛事在台湾举办 当时就说 这个 赤大运的网球赛事 是不是跟美国的 大满贯赛撞起 结果当时詹勇然说 不会 我两个都要参加 我当时呢 你怎么参加 后来酒打到一半的时候 詹勇然突然中途 以中暑退赛 当时大家看画面 他还做那个轮椅 直接退出场 大家觉得 你为台湾打成这样 这个非常不容易 结果你退赛之后 隔天隔没几天 发现你在美国 参加大满贯赛 结果还拿到金牌 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怎么突然 当时在参加 世大运的时候 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你后来 去参加美国的 大满贯赛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所以这时候 詹佳姐妹呢 在这次奥运 首轮出席的时候 多数台湾人 觉得三个字 叫不可惜 就是这样子 好 今天晚上呢 我们还要帮 台湾史无前提的 卓越陈后 玉婷来加油 玉婷今天晚上 要出赛 出赛前 遭逢的乱流 JK罗玲 在网路发起的 性别争议 或者我形容是霸凌 可是你来看看 玉婷就像她猛烈的 幼钩拳 回得又准 又漂亮 是 我们看到 这个林玉婷呢 是我们台湾的拳后 她的幼钩拳 特别快 迅雷不及银耳 直接狠狠地 会打在对手的脸上 所以当时 林玉婷是非常受到 台湾的所有 拳击迷的期待 那这次的巴黎奥运呢 其实今天晚上 她就要参加16强赛 要对上 乌兹别克的选手 也希望她能够 拿下好成绩 但问题是 这一阵子 网路上突然出现 弥漫一组 攻击林玉婷的 一个气氛所在 先是 这个英国的 名人堂的拳王 麦怀根 他批明说 这个林玉婷 根本就是男儿生 还说你根本没有资格 参加巴黎奥运 光看你的染色体就知道 结果这篇文章 突然出来之后 很多国外媒体 就开始争相报导 报导出来之后 就瞬间在国外的 舆论上 也开始谈到这点 谁关注到了 大家如果有看过 哈利波特的话 他的作者 JK罗宁 第一个跳出来 他转篇这样的报导 也质疑林玉婷说 林玉婷的性别 根本就不应该 有参赛之格 他说你这样 把他放在拳击场上 是不是等于叫 攻击其他的 女拳击手一样 哇这句话听起来 所有台湾人都炸锅了 我就问 他的性别争议 不是老早经过了 公证单位 甚至是这一次的 国家委会 都已经公开认证过 也通过的啦 是啊所以 都觉得没问题 你看现在连巴黎 奥会的筹备委员会 跟国际奥会 都发声表明 说所有的选手 不只有林玉婷 所有选手 其实都符合 这次的比赛规定 那为什么现在 还爆出这样的情形呢 但坦白讲 林玉婷就是大气 他没有在care 其他这些流言蜚语的 甚至他这次比赛的时候 已经关掉所有的社群 删掉所有的社群媒体 他怎么讲 他说就当做是对手 怕我 你怕我嘛 你怕我才会造谣嘛 所以你看林玉婷 他根本没有在乎 这样的情形 那也希望林玉婷 不要畏惧这样的情形 打出好成绩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 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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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